接着要介绍的是表条件的复制纸具 大方向在这里 第一个是用if incase 它两个相通的 even if是加强的用法 还有一个是since since除了当自从之外 还有一个是翻成既然 它等于now late see in late 后面接纸具 第二个 so long as so long as也是连接词 是翻成只要 后面接句子 但是要小心 如果前后主词相同 一般同学都会认为 老师那我就把 这个 副词子具简化成分子片语 可是 记住这个观念 so long as 连接词如果是两个字的 或者是三个字的 以上 连接词 后面是不能用分词结构的 所以要小心 第二个unless跟all不能同时连用 因为unless跟all都是连接词 英文两句只能用一个连接词 好 这个观念 要特别注意 现在我们从第一题 来做翻译 如果你喜欢帮助别人 你可以去医院当义工 好 那这个就是表示条件的 副词子具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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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you like to help others 你可以写说 帮助 这个 others 或者是 people in need 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就可以写 people in need 这个 好 比较清楚 you can walk us 先把动作先写完 当义工 walk as a volunteer tear 在哪里 at a hospital 在那边 好了 whale 关系 副词出现了 whale就是指 在这个医院里面 你看看 随时随地 那里就是讲医院 那我们就讲过了 要加强地方 我们就会用whale 关系副词 好 现在whale已经写出来了 我们后面加句子吧 whale 在那里 在医院那边 会怎样啊 你将会体会一个事实 you will realize a fact 什么事实 把事实写到后面 那应该是用the fact 这个事实用the the fact后面所接的 我们叫同位语 这个事实就在后面 后面的就是讲这个事实 内容相等的 我们称之为同位语 那同位语几乎都用let字句 所以这里的let要小心 the fact let 好 什么事实 讲出来吧 一 生命是脆弱的 二 健康是无价的 没有错 如果照顾病人的时候 你会 这个体会出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现在把答案写下去吧 生命 这个英文就写 life is frail f-r-a-i-l 第二句 and health is 无价的 priceless ok 这个就是你体会出来的一个事实 好了 第一题有关于条件的复制词句 就讲解到这个地方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中国有句格言说 鬼人不做亏心事 半月敲门 心不尽 像这种 这是我们中文的讲法 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 因为这个英文并没有对应的一个格言 我们从翻译来下手 中国有句格言说 Chinese saying 或者是proverb 说我们可以用goes 后面就是用格言的引述 用引号 为人不做亏心事就是 如果我们没有做坏事情 半夜有人来听到 半夜有人来敲门的声音 我们不会被吓到 所以它的含义就是这样子 它说if we haven't done 这个 heaven't done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做过 做过什么 坏事情 坏事情我们就可以写说 something evil 邪恶的事情 那后面 we want 我们就不会feel什么frightened 或者是we won't be frightened f-r-i-g-h-t-e-n-e-d be frightened是被吓到 后面要加了 什么时候被吓到 就半夜听到有人在敲门的时候 因为主持都是讲我们 所以后面就可以用分词片语 when hearing someone 当听到有某一个人 所以这个要小心 很不容易写 因为是主持相同 所以主持不写了 主持一省略掉 动词就改ing 所以变成分词片语 那hearing 又是感官动词 后面又可以加ing 表示动作进行 knocking at at our door 什么时候 半夜 at midnight ok 这个格言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 好继续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 额外补充说明 为什么要额外补充说明 是因为这句话可能 这个看不懂 或者是不了解 所以要额外再加一句 来补充说明 像这种额外加的补充说明 我们可以用这样子 it means late 那甚至 我们还有用这个写法 好 换句话说 我先写前面给同学做参考 还有一个写法 就是换句话说 英文就是in other words 或者是用 也就是说 let it to say 如果用这两种写法 我们就会用 逗点 逗点 然后再一直写过去 这个给同学做参考 这个给同学做参考 现在我们就不用 这个写法 我们用另外这个 it means 就接let 这个注意一下 这都可以相通的 都是很棒的 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只要 有清白的良知 谁 你看 只要是连接词 有没有主持 没有 这个是 扶持纸具 它是完整的纸具 你看到 这个主持 没有了 你就要补上去 从哪里补 从后面补 因为基本上 前后主持会相同 才会有省略的一个现象 所以很容易抓的 meanslet 它说 只要 就是 so long as we 有清白的良知 conscience是良知 清白就是clear we have clear conscience 后半段 就是我们的 主要纸具 这样 同学这边也可以写一个逗点 写个逗点就表示说 这个副词词诀是插入进去了 那名词词诀是要接到后面这边 好 这样也可以 我们不惧怕任何事情 这样子 那可以写说 we have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be afraid of 害怕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没有什么好怕的 好 没有什么事情好怕的 好 这个是第二题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翻译 我们再来看第三题 这边打不下了 没关系 我们就 这个打到下面去好了 我们继续看第三题 第三题是说 除非我们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 教他们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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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稍微注意了 除非 后面又来个否则 我们就容易出错了 如果除非写出来 否则就不要写 一定要注意 我们干脆 因为这边的重点 是在副词词句 所以我们留下unless 那把这个否则给它删除 这个不要写 这样子 比较不会出错 好 老师用删除号好了 来我们再看 除非 英文是有unless 主持我们 we加强 是transcent transcent是名词 加了en就变成了动词了 加强什么 这个教育 什么教育 道德教育 英文的写法是 moral education 这个谁 of students 前面有特定 这个道德教育是要学生的 the moral education of students 学生的道德教育 后面就是 补充说明咯 道德教育 这边就是举例来说明 道德教育 我们可以用 dash 后面用偏语 偏语就要用ing 教他们 teaching then 辨别是非 to 好 till 辨别是用to till 是非 是就是对的事情 from wrong 错的事情 好 以及 and 还有什么 这样老师把这个标点 稍微写一下 好 善 善就是好的事情 恶就是坏的事情 evil evil 好 句子到这边 这个就是补充说明的 所以后面我们再来一个 dash 两个dash中间就告诉我们 这个中间就是补充的一个说明 用的一个语词 要小心 中间是用and的连接 而且区别是非善恶 介细词是用from 这边也是用from 同学常常都写到and 那这样子会怪怪的 till right and wrong and good and evil 哦 这念起来就根本就不太顺 所以这要小心哈 区别固定就是till from 好这边也是till from till共用 好后半段我们就把 否则不能写 社会风气 不易改善 这个 其实像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照字面上翻就是 our我们的social meray 风气是meray 好 刚刚这个是moral moral是道德的意思 meray是士气 socialmeray 王 比不会被征战 不会被变好 好 这个是以社会风气来当主词 我们还有一个写法 因为这边主角是讲我们要做什么事 所以后面也可以用我们来当主词 好 这个就变成we want 我们就不可能改善 增进改进我们的socialmeray 这样子写也是不错的 好吧 这个就是有关于表条件的 一个复制止据的句型翻译 这就是有关的 然后让我们再次复制止咖啥我们的树 并发稍